來 王子的選擇請開始 怎麼樣 是怎麼樣 動物園開放了是不是 滅燈就滅燈還翻出來 你是覺得他剛剛對準 你對得不好嗎 沒有... 好 你的問題請提出來 我想請問女主角 為什麼到現在還為我亮燈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問題 開關壞了 就是我覺得他一錄 這樣看他這樣 就是錄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然後讓我會覺得是一個很踏實 然後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人 然後再加上剛剛那個最後咖啡 真的還滿好喝的 就是 所以有這個 舌頭上的滿足 還有精神的感受 因為我剛剛看他VCR 是比較孝順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重家人 以家人為主 然後加上我也不是很喜歡 戶外的活動 他說划算是戶外 就是不喜歡太刺激的 一些遊戲 不喜歡太好體力的 對 對不對 因為上班也滿久 就不想要浪費體力 感覺這個孝順這一點 顧家這一點對你來講很重要 對不對 很吸引你 好 你認為 這個 這是你問題要的答案對吧 對 好 你這樣問了我等一下要問什麼呢 我等一下也會問一個同樣的問題 好 沒關係 王子才是主角嘛 我等一下看有沒有別的問題 現在你要做出決定了 王子的決定請開始 為什麼最後鎖定了婉柔 顧家很重要 顧家 所以這是你們兩個 最能夠重疊的地方對不對 恭喜兩位 在一起 請約會吧 親朋友的機會好像比較大 可是老朋友千萬不要氣餒 有的是機會 給他們一點掌聲鼓勵吧 王子的約會 回到王子的約會 來 我來看一下王子的介紹 來 王子 請出場 Demokrat 卡古圓心 妳好 歡迎 好 好 你的名字叫 滑倒太貴 滑倒太貴 所以千萬不要滑倒 很貴的 好 你的中文學了多久了 來台灣八年多 八年多 對 學了一年 學了一年 對 在師大 師範大師 一開始學了一年 然後之後就沒有學了 對不對 聽得出來 不過沒有關係 應該都可以聽得懂 大概 都可以講得出來 沒問題 好 請你做一個自我介紹 好 こんばんは 初めまして 我是滑倒太貴 日本九州人 今年四十歲 我身高一百六十五公斤 我的工作是 張基烏龍麵店的社長 對 烏龍麵店的社長 對 好 還有嗎 還有 我來台灣八年多 對台灣女生的印象 很溫柔 很熱情 今天很高興認識大家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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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 好 看到了 各位 請對王子的第一印象 做出選擇 歡迎王子與美女來報名參加喔